过年春节台北捷运和猛甲龙山寺 首度推出了限量5000枚的祈福票卡 特别的是票卡不仅换成粉红色 还印有极字 民众在购票的时候能选择健康 爱情 事业等三种牵师 为了抢到这票卡上午10点开卖前 现场就聚集了上百位的民众 还有人清晨5点多就到场排队抢头箱 想把票卡带回家珍藏 长长的人龙几乎快看不到镜头 原来让他们排队 无等的原因就是这个 上午10点开卖前 现场聚集上百位民众 因应春节到来 台北捷运公司和龙山寺 首度推出限量5000枚的祈福票卡 不仅换成喜气的粉红色 还印有极字 每人限购两枚 特别是民众在购票时 还能选择健康 爱情事业等三种不同签施 有民众天还没亮 就到场排队抢头箱 5点多快6点的时候就到了 那时候天还是黑的 捷运站的铁门都还没有打开 然后来这边抢头箱 买第一个祈福票 觉得还不错 而且还有签施 很有趣 跟平常买票不一样 然后还有签可以抽 这枚祈福票卡 民众可以不限距离搭乘一次 用完后可以留下来珍藏 加上又是首次推出 也意外掀起民众的抢购潮 记者有因此蔡玉如特别报导